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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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部门决定把它铲平 让所有的平地连在一起 既有利于这个机器化工作 又便于这个灌溉浇水 那么考古专家们不干了 坚决表示反对 为什么 因为这是安阳小吞村呢 这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商代的文化遗迹 这个突兀的高地 下面很有可能埋葬着商代古墓 为了避免地下文物 在平等土地的过程中被毁 经上级批准 河南省考古工作队 对这块高地进行探挖 几个月过去 在探坑中发现了夯土层 这就意味着 这个高地下面 很可能埋葬着古墓 可是当这个探挖到了6.5米的时候 突然坑下 穿来惊呼 不好 冒水了 这探挖古墓 地下冒水 可是非常危险的事 一来呢 有可能古墓会渗水 文物被淹甚至被坏 二来呢 一旦古墓塌陷 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大家一时没了主意啊 这目光就集中在 坑边做记录的 队长身上 队长二话不说 跳到坑里 同时喊道 坏来人 大家聚在一起 往坑下一看 只见坑下 已经积了一潭泥水了 队长心里很清楚 探挖不能停止 而且还要加快 一旦探明情况 立刻进行发掘 尽可能减少和避免 鼓受损 工作队员在队长的带领之下 加速了探挖 正在探挖 突然 这个探挖啊 底下遇到硬物 探不下去了 经验告诉大家 底下很可能有古墓 那么古墓中 有没有文物呢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得等探挖提出来之后 才能见分响 等探挖往上提 这队员们的心 也就低流起来了 终于探挖露出水面 只见探挖中 有红色的泥土 经过辨认发现 这是漆皮 一听这个消息 大家欢呼起来 为什么 红色漆皮 那是棺材啊 对这个探产中的泥土 进一步清洗发现 有一个闪光的东西 清洗干净 看清楚了 一块玉坠 红漆加玉坠 表明这土下面 有古墓藏 知道地下有墓藏了 大家情绪高涨起来 可是这队长 这神经一点也不敢松啊 因为他知道 冒水 探觉 很危险 所以小心翼翼地 开始对这个古墓藏 进行挖掘和清理 经过队员们的艰苦努力 这个古墓藏啊 终于把它清理干净了 地表上摆了一片 被泥忽满了的地下文物 队员们开始对这些 忽满了泥巴的文物 进行清洗 一开始就瞄准了一个大家伙 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因为被泥呼着嘛 清洗干净后发现 一个精美的青铜器 展现在队员们面前 以考古队员的专业知识 认出来这是个青铜九尊 可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 叫它猫头鹰 太像只猫头鹰了 这座古墓呢 保存得比较完好 所以专家们很快确定 这是一个商代古墓 至于这只猫头鹰 专家们觉得 它完全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风格 还是叫它萧尊 比较典雅而准确 因为萧就是我们民间说的猫头鹰 从此呢 这个猫头鹰就被称作萧尊 只见这只萧尊呢 非常的精美 制作精亮 典型的商代典雅的风格 更令人惊叹的是 这萧尊是一对 两只一模一样 真是青铜史上的精品 绝品 那么把所有的这个文物清理干净之后发现 大部分都是青铜器 而且这些青铜器上面 有富豪两个字的名文 所以专家就给这刚刚发掘的商代古墓 命名为富豪墓 至于富豪是谁 当时大家还不知道 通过这两个字 我们可以断定 富豪是这个墓的主人 而且通过这两个字 人们还可以断定 富豪是个女子 那么什么样的女子 会有这么多青铜器做陪葬呢 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 几乎所有的青铜器上 都有富豪的名文 那么富豪是这对萧尊的主人吗 是谁给他打造了这对青铜萧尊呢 为了解释这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还是先确认富豪的身份 专家们经过一段资料的爬书 文献资料上找不到富豪 却在出土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 发现了富豪的名字 据不完全统计 在已发现的这个甲骨中 有二百多片 有富豪两个字 出现的频率这么高 说明富豪一定是商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专家们通过这个甲骨捕词 发现他的身份 这个富豪是商王武丁的王后 那么这样一来要想说明这个富豪的身份 以及这对神秘的青铜萧尊 就得说说这位商王武丁了 商王武丁是商朝第二十三任君主 他在位期间 勤于政史历经图治 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 得到空前发展 史称武丁盛世 盛世局面的开创 有赖于武丁的英明神武 也与他早年在民间的历练 和继位后贤臣的辅佐密不可分 那么武丁在成为君王之前 经历了哪些历练 他又是在何人的辅佐下 开创了商朝中兴的局面呢 说起商王武丁 这可是一代英主啊 也是商代中兴之主 武丁是他的国号 他实际上姓子明昭 子昭啊自幼聪明好学 人品非常好 父亲对他极其器重 所以他父亲继位之后不久 就立子昭为太子 父亲对子昭基于厚望 希望他能够成长为一个 英明的君主 对他要求非常严格 派他去民间考察民情 体察百姓疾苦 同时让他在各种环境中锻炼 增长他的意志力 子昭来到民间 结识了一位叫甘盘的先生 这位甘盘知识渊博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也精通文武之道 就是文章也漂亮 武艺也高讲 子昭就拜甘盘为师 跟着甘盘习温练武 子昭虽然自幼也练武功 一直武功平平 经过甘盘的指点 这子昭的武功啊 大有长进 公元前1250年 子昭的父亲去世 子昭继位当了商王 当了商王之后 就把他老师甘盘 请来给他当宰相 可是不久 武丁突然犯了一种病 不会说话了 就把所有的国事 交给老师甘盘 自己躲进太庙 给父亲守丧 隐居了 三年守丧期满 突然有一天做梦了 梦见一个教育乐的人 来见他 跟他讨论治国理政的道理 梦醒之后 武丁精神焕发 立刻临朝 召集满朝文武 说我昨晚做梦了 梦着上天 天神 给我派来一个圣人 帮我治国理政 先在各位大臣们中辨认 看谁是我梦中的圣人 发现都没有 于是让华公 按照他的描述 画出了他梦中圣人的形象 制作出十几份 到全国各地 给我找这个梦中的圣人 几天之后 两个棺材拿着图像呢 来到了复岩 就是现在山西运城的平路线 发现一个人 跟画上的人完全一样 可是这个人 在服刑 和几百个囚徒啊 在那夯土筑墙 在砌这个城墙 不过两个棺材一想啊 胡丁说了 无论这个人什么身份 只要和画上的人像 一定给我叫来 于是这两个棺材 就把这囚徒压着进宫 建了武丁 武丁一看这个囚徒大喜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我梦中的圣人 然后把这囚徒的罪名 全部赦免 由于这个囚徒在复岩发现 所以赐他为复兴 从此大家就叫他复岳 人们会感到不解啊 这也太巧了吧 做了个梦 梦到圣人 就能找到 其实这是武丁 今天导演的一出戏 他干嘛导演这出戏呢 五年前他在民间考察的时候呢 遇到了复岳 经过几次交谈 发现这个人 有安邦治国之才啊 他就下决心 我继位之后 一定要重用这个人才 可是当他继位之后发现 要想重用复岳 基本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商代的等级非常森严 身为奴隶 不但不能做官 朝廷的资格都没有 怎么办 要强行把复岳调到这个朝廷做官 既违背组终的规矩 又会得罪满朝文武大臣 以及所有的贵族都会反对 无奈之下呢 吴丁就开始装病了 然后躲在太庙 天天跟祖先祈祷 终于想出借神的旨意 重用复岳的这么一个主意 所以把那复岳啊 请来之后 当着满朝文武说 这位复岳就是我梦见的圣人 他是上天的神派给我 帮我治国理政的 谁也不许瞧不起他 否则以大不敬罪论处 一年之后 这个武丁啊 任命他的老师干盘为右相 赴岳为左相 六年之后 干盘去世 武丁任命赴岳为相 将左右相取消 两相合一 从此赴岳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位高权重 不过这个赴岳啊 的确不负武丁的厚望 在赴岳的辅佐之下 武丁开创了商朝的顶盛时期 对内政治清明 百姓安居乐业 对外征服了十几个方国 使商朝的疆土扩大了好几千里 商王朝达到了顶盛时期 历史学家评价 武丁统治的商朝时期 叫武丁中兴 同时对赴岳呢 也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称赴岳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圣人 武丁中兴赴岳功不可没 可是人们又有疑问 你讲了半天 武丁中兴赴岳是天下第一圣人 这跟赴好 跟这对青铜萧尊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得说说赴岳这个人了 赴岳是商王武丁最主要的副相 当然 对于这个人物的研究 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最大的争议点在于 学界一直在讨论此人的有无 有人认为这个人是虚构的 也有人认为 武丁时期的补丝中 常见的大臣雀就是赴岳 甚至还有人提出更为大胆的推测 那么在傅晓凡教授看来 赴岳究竟存在吗 他与富豪之间 有哪些未解的谜团呢 说起赴岳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真实 你说怎么可能从奴隶 一下变成宰相呢 当宰相啊 这是需要专业知识 需要大智慧的 从奴隶到宰相 这不得一级一级的提吗 怎么没有任何实践的机会 直接就当宰相了呢 所以我就对傅晓的身份表示怀疑 关于傅晓的身份 史料中都是这样说 说他是在傅延夯土筑墙 可是夯土筑墙这是职业 他是以什么身份夯土筑墙的呢 据吕氏春秋记载 这个傅晓啊 他是个序谜 所谓序谜啊 就是身上带着锁链 脸上刺着字 干着沉重的体力活 要服刑三年才会期满 不过可以用钱财 去赎买图形 如果傅月是个序谜 却又无钱赎买图形 那说明他不但是个行徒 而且勤困潦倒 这也不太可能 无论是商代的甲骨文还是周代的金文 都没有序谜两个字 这说明商和西周时期 没有序谜这样的刑法 序谜二字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史料里 说明这是战国时期的刑法 那也就是战国时期人根据他那个时代的刑法 推测商朝的刑法 不过关于傅月的身份 还有一种说法 据莫子记载 说来傅月呀 庸主于傅言之城 意思是傅月在傅言城 受雇佣 替别人扶图形 他为什么会替别人扶行呢 有人解释说 傅月这个人呢 品德美好 也很有智慧 却不愿意入朝为官 是一个隐士 可是生活难以为继 要糊口要养家 只好替别人扶行 以挣钱糊口养家 既然傅月有智慧 品德又好 生活又难以为继 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呢 有人解释说 傅月之壮 身如直骑 意思是 该傅月骨瘦如柴 后背弯曲 可以看见 弯曲的后脊梁骨 像鱼的骑一样 说明傅月当时啊 不但身体灿弱 而且有残疾 这样的人 备受歧视 有智慧 有能力 也没人重用的 正在傅月 备受歧视 生活难以为继 在这个时候呢 遇见了紫昭 紫昭当了商王之后 重用傅月 给傅月提供了一个 发挥智慧和才能的平台 也正是赋予 竭尽自己的才能 辅佐这个商王武丁 才使商朝有了武丁中心 这个君臣完美合作的故事 在中国流传了三千多年 让那些怀才不遇 落魄的文人 心向网之 可是我总觉得这些故事 像神话传说 我表示怀疑它的真实性 自从这个 阴虚出图了甲骨文之后 人们通过甲骨文 了解到商朝的一些 真实的情况 终于证实了 人们对傅月身份的怀疑 甲骨文记载了 历代商王的事迹 也记载了很多著名的大臣 比如武丁的老师甘盘 可是唯独没有傅月的事迹 一个字都没有 这就奇怪了 甘盘是右向 傅月是左向 同样是武丁的重要的大臣 为什么有甘盘 而傅月却一个字都没有呢 难道甲骨文 会把这重要的政治人物 故意的遗漏吗 与这个傅月一个字没有 完全相反的是 在甲骨文中 却出现了二百多次 傅好的名字 可是这傅好的名字 在商朝以后的文献中 也是不见记载 同样的一个字也没有 难道商朝以后的历史文献 跟甲骨文一样 有意的遗漏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吗 据甲骨文记载 这个富豪不但是伤亡武丁的王后 而且还是一个能争善战的将军 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说明什么 我觉得 这个现象背后 很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据有些专家分析得出一个推断 说 富岳很可能就是富豪 也就是说 富岳和富豪很可能就是一个人 我完全赞成这个推断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圆满地解释 出现在富岳和富豪身上的种种谜团 我们不妨具体介绍一下 做出这个推断的依据 依据一 两个人的任务相同 据甲骨文记载 武丁时期的重大战争 基本上都是富豪指挥的 而且富豪还向国外派使臣 主持一些重要的国家大事 还主持一些高规格的祭祀活动 这些活动都应该是宰相富岳完成的 怎么会让一个商王武丁的富豪去完成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两个人 实际上是一个人 依据二 历史文献不可靠 最早记载富岳事迹的 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上书 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晚于上书 从上书的成书到武丁时期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富岳的存在 所以上书是根据传说 将富岳的事迹记载成史料的 也就是说富岳实际上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第三个依据是 两个名字很可能是谐音 由于将传说记载为史料 就从语音转化为文字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富豪很可能就继承富岳了 因为两个字是谐音 比如富豪的富和富岳的富完全同音 而岳在很多文献中写为对 这个更接近中原古音 因为古音没有于这个原因 所以发不出岳这个音来 而好实际上是子 商周之后将姓氏的女子旁去掉 所以富豪就是富子 那么富队和富子之间 在商朝究竟读什么音已经不可考 但两个是谐音是一定的 既然是谐音 为什么偏偏把富豪记成富岳呢 这就跟中华传统中的男尊女卑的观念相关了 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天下第一圣人 辅佐五丁 实现五丁中心的这位能臣居然是一个女子 他们不可能接受 也不可能想象 富岳实际上是个女人 可是又有人反驳说 那么关于富岳的身世 从奴隶到宰相 这个身世又和富豪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反驳说 恰恰是富岳从奴隶到宰相 证明富岳就是富豪 为什么 因为富豪实际上在朝中地位很低 虽然他功勋卓著 可是他永远也赶不上朝中的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富锦 她就是中国最大的青铜鼎 后母乌方鼎的主人 在富豪墓中也出土了一个方鼎 叫后母心方鼎 可是后母心方鼎 只是后母乌方鼎的六分之一 无论是对王朝的贡献 还是实际的功劳 还是武丁对他的重视 富锦远远在富豪之下 那为什么 富锦的顶是富豪的顶的六倍呢 因为富豪的地位比较低 当时女人的地位不取决于功劳 而取决于她的出身 所以富锦很可能是一个地方大方国的公主 或者就是一个母系方国的女王 她的称号叫后母乌 富豪的称号叫后母心 按照天干排列 乌计更新 中间隔了两位 这就说明富锦比富豪的地位高 也说明富豪嫁给武丁的时间晚于富锦 那么究竟富豪什么时候嫁给这个武丁的呢 这又得从武丁和富锦的婚事说起 武丁刚刚继位 商朝国是比较弱一些方国 凭借实力不服调遣 所以这武丁啊 就和一个地方大方国联姻 这富锦啊就嫁给了武丁 所以富锦和武丁的婚事 是政治和军事联姻的结果 和这个地方大方国联姻之后 商朝的实力增加了 就可以对外用兵了 所以这富锦的地位 取决于他娘家的实力 据甲骨文记载 富锦有一次领兵打仗的经历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 出现了一位相貌美丽 富有智慧 武艺高强的女将军 她就是富豪 令武丁为之倾倒 她就想取富豪为其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 有一位网友问傅老师 为什么在商代富豪可以领兵打仗 并处理很多国家大事 商朝的时候呀 武器氏族社会呀 那种影响很在 就是那个富权社会 还没有这个真正的 完全的建立起来 很多这个方国呀部落呀 她依然姓着母亲的姓 那会儿呢 女子的地位相对是比较高的 这是一个原因 再加上那个当时这个张王武丁啊 她周边这些女子 虽然有很多都跟她有婚姻关系 其实很多都是连因 是一种政治的联盟 所以这个她看中这富豪 估计也是因为她能够领兵打仗 既然看中她这一点 所以也就重用了她这一点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 更多网友关心 虽然看上去武丁很关心富豪 但她一生有那么多妃子 实在无法理解为 她是真的爱富豪 最关心富豪 是不是因为富豪最能帮助她呢 武丁身边有很多女人 去专家考证 大概有七八十个 那么怎么才能证明 她最喜欢富豪呢 其实我总觉得 这个周边的女子啊 绝大部分是联姻的 是政治经济军事联盟的结果 真正能够帮助她 治理国家 打天下 解决重大问题 也就是富豪 所以富豪除了是她妻子之外 还是她这个最得力的一位大臣 所以我觉得这种信任 或者是爱 更多建立在 离她不可的这种关系上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 伤亡武丁把一份特殊的感情 给予了富豪这位 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 而身份地位的悬殊 为两人之间增添了一道 难以跨越的鸿沟 那么 为了顺利迎娶富豪为妻 武丁用了什么样的计策 富豪这位传奇女性 会成为伤亡武丁的一生所爱吗 这一对青铜肖尊 对于武丁和富豪 又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甲骨文中没有记载 富豪当时是什么身份 但有一条可以肯定 以当时国家 富豪的身份 是没有资格嫁给武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富豪实际上姓子 武丁也姓子 商朝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同姓不能结婚 但是武丁的婚姻 都是政治和军事的联姻 如果你娶同姓女子 那就不是政治和军事的联姻了 这不合规矩 所以武丁做不了主 他很为难 他太想娶富豪为妻了 可是又不敢 娶这个同姓女子 这会得罪傅景的 一旦得罪傅景 影响两国联盟 直接威胁商王朝 设计安危 怎么办 在为难之际 他就装病了 然后在太庙里 就找了一个借口 说做梦 梦到一个圣人 我一定要找到他 然后画出图 到全国各地找 很快就找到了富豪 当时这商朝很迷信 大臣们都相信 所谓神的这种旨意 就这样 富豪以圣人的身份 按照神的旨意 嫁给了武丁 武丁就把朝廷的 军事政治大权 交给了富豪 所以说呀 从奴隶到将军的赋约 就是从下军官 成为王后的富豪 因为这个武丁啊 非常信任 也非常钟爱 他这个妻子富豪 可是有专家考证 武丁身边 至少有六十多个妃子 十八个王后 正式接受祭祀的 有三位王后 这富豪不过是其中之一 怎么证明这个武丁 最爱富豪呢 在甲骨文中啊 可以发现 很多材料证明 这武丁啊 真的最爱富豪 在甲骨补词中 有二十多条 记载着 这个武丁 对富豪的这种 关爱的补词 其实这富豪啊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是个手持板斧的女汉子 她身体很差 甚至有几分弱不进风 所以通过补词 我们就可以读到 这个武丁啊 经常问神明 她的富豪的身体 感写了问 头疼了问 牙疼了问 打个碰体也问 真是关心的 无为不至啊 作为商王武丁 她最希望她所钟爱的女人 生个儿子 母以子贵啊 所以这个补词中啊 有大量的内容 就是祈祷神明 关注富豪 怀孕了 孩子的身体啊 甚至还问产妻啊 问胎儿的性别啊 等等 反映出 这武丁在问补的时候 急切激动 迫不及待的心情 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丈夫 对自己心爱的妻子的关爱 可是啊 这富豪毕竟先武丁而去了 这富豪究竟是怎么死的 关于富豪的死因 有种种猜测 有人说是战伤发作 有人说是细菌感染 但通过甲骨补词 我们了解到 这富豪很可能死于难产 而且母子同父皇权 这个打击对武丁而言太大了 所以甲骨补词中就这样一句话 真富豪其死 意思是神明啊 富豪真的死了吗 三千多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感受到 武丁当听见富豪死讯的时候 那种怀疑和万念俱灰的感觉 因为富豪至于武丁而言太重要了 如果富豪就是富岳的话 富豪就是武丁中心的功臣 所以富豪死对于武丁而言 不仅仅是中年丧气之痛 也是国师栋梁之灾 所以这个武丁就一直非常怀念他的富豪 补词中还有这样一句 真亡梦富豪 意思是说神明啊 我又梦到富豪了 这种魂牵梦老的感觉 三千多年之后读来 依然让人感动 武丁为他的爱妻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陪葬了大量的钱财和礼物 其中就包括了这对精美的青铜萧尊 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有一对萧尊 因为他们属于武丁和富豪 两个人共同所有 是他们温馨爱情的见证和象征 武丁埋葬好妻子 墓封好之后 在墓上建造了一个庙宇 武丁建造庙宇 完全是出于祭祀的方便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正是这座庙宇 让他爱妻的长眠之地 成为商代墓葬 保持最完好的一座 为什么呢 因为盗墓贼啊 挖到建筑基址就止步了 他想象不到 这个建筑基址之下 还会有墓葬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有幸目睹 这一对萧尊 古老爱情的象征和见证 可是这对萧尊 现在却不得不分居两地 一个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个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好了 富豪萧尊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